谈点第五届十大静歌金曲 第一首《无心睡眠》 无心睡眠这首歌的歌曲节奏张扬 激荡令人乃你忘怀 是香港原创音乐中的典型例子 这首曲子还为张国荣赢得了静歌金曲奖 第二首《太阳星辰》 张学友的这首《太阳星辰》 已经推出就大受欢迎 这首歌曲从歌词上看 寓意深刻 也是催人向上的励志歌 唱起来非常需要感情 所以一般人不太容易唱好 可见这时候的张学友唱功已逐步趋向成熟 第三首《别人的歌》 《别人的歌》是香港乐队RIDERS的作品之一 黄耀光作曲《灵溪作词》 由黄耀光和陈德璋演唱 该曲收录在专辑《传说》中 第四首《烈焰红唇》 梅艳峰的这首《烈焰红唇》 颇具时代感 获得当年预评人的一致好评 且在香港唱得皆知相闻 梅姐的音乐视野 也因此开始揭开新的一张 第五首《留下眼泪钱》 宣布小凤姐得奖时 恰好小凤姐仍不在香港 由好友邓碧云带领奖 这首歌曲唱出了小凤姐 对爱情离散 豁达随缘的心境 第六首《无边的思义》 无边的思义是谭永林 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 《墙上的肖像》中的歌曲 而这张专辑封面设计者 正是谭永林 古老的墙壁 墙上依稀显现着一个女子的画像 前面则是谭永林招牌式的 愁眉苦脸 第七首《东西姑拜》 《东西姑拜》是再见吧 浪漫专辑中的一首歌曲 改编自德勇英明的《永恒的光辉》 这首歌曲发行后 一如既往地占领各大流行音乐榜的冠军位置 第八首《灰色》 《灰色》是林一连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首大热歌曲 在当年取得相当好的成绩 也让林一连走到一线歌星的位置 其强劲的节奏和鲜明的风格 让人回味无穷 第九首《知心当玩偶》 真爱已被偷 谭永龄逐渐舍弃以往的日式快歌风格 并转为一些清快的中版歌曲 这首《知心当玩偶》就是其中的代表 收录于1987年的专辑《再见吧!浪漫》中 第十首《海事山盟》 《海事山盟》由林敏仪作词作曲 是林子祥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 第十首《借记》 《海事山盟》、《海事山盟》 感谢观看